10月23日 汪峰突然官宣与张子怡的离婚声明 表示经历了八年的婚姻 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以亲人身份和张子怡共同抚养孩子 汪峰发文后 张子怡转发 那句 我们之间没有是非对错之争 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背叛 疑似在否认出轨 消息一出 轰动全网 其实在此之前 狗仔江小燕就爆出一个大瓜 她说据知情人透露 汪峰张子怡确实已经离婚了 女儿归汪峰 儿子归张子怡 并配上一张实锤的图片 暗示消息属实 江小燕发文后 汪峰张子怡引起争议 热搜前时中 有六条都是关于他们的 首先是大家经常调侃的 汪峰定律 简单来讲 就是每次汪峰有演唱会 娱乐圈就有瓜可以吃 她因此多次上热搜 都以失败告终 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轮到她自己了 真的上了热搜 四次离婚让人震惊 继续说回她和张子怡 被爆离婚的话题 起初 有媒体打给汪峰的工作人员 对方挂断电话 拒不回应 工作人员这样的态度 让许多网友默认了这个瓜是真的 否则工作人员就大大方方回应了 汪峰张子怡突然被爆离婚 很多网友都意想不到 尤其是江小燕的那句 女儿归汪峰 儿子归张子怡 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 有人提问张子怡 什么时候生过儿子 据悉 汪峰张子怡 在2015年5月10日领证结婚 同年12月27日 生下女儿 在2020年1月1日 张子怡生下二胎 她曾发文晒过第二个孩子 是个男孩 很快 有爆料称 他们离婚原因 是男方出轨嫩魔 被当场抓住 但不少网友认为是真的 因为之前汪峰前任葛惠杰 爆出汪峰人设是假的 她和张子怡是形式夫妻 她喜欢找大长腿美女 值得注意的是 汪峰张子怡 曾参加过 妻子的浪漫旅行2 节目中张子怡被问 如果汪峰出轨了 她会怎么办 张子怡先是说 随她去吧 她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后来补充说明 认为情感是不能勉强的 人与人之间不能强迫 此外 葛惠杰还爆料说 汪峰是赌成性 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而有消息称 她和张子怡 就是在赌场认识的 汪峰救过张子怡父母 这一点 汪峰在节目上说过 似乎又与 葛惠杰的爆料对应上了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他们已经一年 没有公开互动了 一切似乎有迹可循 举个例子来说 张子怡前不久的电影 志愿军 雄兵出击上映 汪峰没有替她宣传 而是忙着自己的音乐 盛典商务活动 两人各自宣传自己的工作 都没有提到对方 张子怡还把账号 设置成了 仅半年可见 汪峰这里 同样出乎意料 一年的社交动态 都没和张子怡公开互动 上次秀恩爱 还是在去年6月29日 她发了一张 大合照庆生 但是今年汪峰生日 她却沉默了 没有发动态 不过 在今年9月 有网友偶遇汪峰张子怡 带孩子聚餐 并称 那时他们看起来还很幸福 但是评论区却不这么认为 有人说 离婚了也不代表老死不相往来 离婚了 也可以带孩子见面聚餐 在和张子怡结婚之前 汪峰的情史丰富 她的第一任棋子 是主持人齐丹 第二任是葛惠杰 据说因为女方当时年纪小 没有领证 第三任是康作如 她曾怒斥汪峰 不终 在离婚诉讼期间 与多位女性保持男女关系 截至目前 汪峰张子怡的评论区已经沦陷 被四次离婚刷屏 其实 早在很久之前 知名演员刘依飞就曾爆料 称汪峰张子怡离婚了 35亿财产被瓜分 汪峰独占28亿 这则爆料并没实锤 事情的真假性尚不明确 娱乐圈有很多的明星夫妻 汪峰和张子怡就属于不被支持的那一部分 其实23日 最先有一知名鱼记爆料称汪峰张子怡已经离婚 瞬间就引爆了热搜 该鱼记表示 是有知情人士向其爆料 汪峰张子怡确实已经离婚了 女儿归汪峰 儿子归张子怡 该消息一出 网友瞬间炸开锅 也让汪峰这个热门困难户 成功登上了热搜第一和第二 在该鱼记的配图中 用的还是汪峰7月份时宣传演唱会所用的配图 暗示着该消息是有实锤 还记得7月份时的 汪峰定律 这个配图让网友吃足了菜顶流的瓜 没想到现在轮到汪峰自己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 搜狐娱乐电话联系了汪峰的工作人员 两次均被拒绝 事情发展至此 网友也就认为不回应就是默认 那这个消息应该就是真的了 很快 又有人去进行了确认 表示张子怡和汪峰是真的已经离婚 可以尽情相信 当时该网友还表示 现在这个消息爆出来像是某种 官宣是将员弄开机前最好的 遇热 从其文字中 也可看到该博主的欢呼与雀跃 事实上 对于两人的离婚消息 网友军事表示 很突然 又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早在今年2月份 两人的婚姻矛盾 就已现出了端倪 众所周知 张子怡的生日是2月9日 以往在这个时候 汪峰都会准时给张子怡送上祝福 文字很长 透露出满满的幸福 但在今年的2月9日 汪峰的微博却是沉默不语 这也让很多网友表示不解 细究之下 就会发现 汪峰最后一次 在微博发布张子怡的照片 是在去年6月 那是他们一家一起庆祝汪峰的生日 从汪峰的言语中可以看到 一家人十分的幸福 没想到才一年 就已物是人非 不过也有人表示难以置信 毕竟在今年9月份 汪峰和张子怡还被拍到 带着孩子在烤肉店聚餐 当天汪峰穿着黑衣黑裤 戴着黑口罩 牵着女儿走在前面 低着头看不出表情 张子怡则穿着一身黑裙 戴着黑色帽子和口罩 同样十分低调 牵着儿子走在后面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烤肉店 没有任何交流沟通 从眼神中也看不出任何笑意 倒是两个孩子蹦跆得十分欢乐 在当时就已经有人表示 两人就已经离婚 从网友偶遇拍摄的视频中 能感受到一丝沉重的气氛 明明是家庭聚会 却看不出喜悦的感觉 这也为两人的离婚传闻 又添了一把火 而且看到汪峰牵着女儿 张子怡牵着儿子 这也和余记爆料的 女儿归汪峰 儿子归张子怡 十分吻合 虽然在当时偶遇的网友表示 两人看起来十分的幸福 但也有人举例表示 赵丽颖和冯绍峰也是离婚了 也带着孩子 一时间两人是否离婚 变得扑朔迷离 不过对于两人的离婚 网友更为震惊的是 张子怡什么时候生了个儿子 对于两人的孩子 一个是姐姐醒醒 出生于2015年12月27日 弟弟则是出生于2020年1月1日 两人之间相差四岁 在2019年10月28日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上 张子怡就曾官宣过怀二胎喜讯 回顾两个孩子的出生时间 才发现张子怡和汪峰 已经是这么多年的感情 就这么结束 似乎也是有点遗憾 事实上 对于国际章下架三婚的汪峰 网友一直以来都十分质疑 这也导致两人的离婚传闻由来已久 关于离婚的理由 他们没有给出具体解释 只用了 不代表辜负和背叛 八个字 汪峰和张子怡的结合 从一开始就不被外界看好 原因有二 第一 娱乐圈水太深 事业和婚姻难两全 明星们的结合 多数已分到扬镳告终第二 汪峰和张子怡结婚之前 就各自有过几段婚姻 尤其是汪峰 被网友称为 离婚专业户 幸运的是 汪峰和张子怡是和平分手的 没有爆出任何丑闻 对二人孩子的未来 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2023年进展到现在 如果要用四个字形容汪峰的话 我想应该是 流年不利 7月19日 隐退歌坛十年之久的刀狼突然复出 新专辑山歌聊哉 轰动整个娱乐圈 异曲罗刹海事 让他重回娱乐圈顶流 自那时起 刀狼就成了热搜体 任何关于他的话题 都会成为小伙伴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 比如他的过往 比如他的徒弟 比如他的经典作品 比如他的敌人等 其中 汪峰 奈英等人对他的打压 是网友们最关注的 想当年 在刀狼最红的时候 主流音乐圈的代表人物 汪峰站出来表示 刀狼现象是华语乐坛的悲哀 在汪峰看来 刀狼的作品是不应该红的 歌曲没有品质 只适合农民听 十几年后 随着刀狼的翻红 为了避免遭受网暴 汪峰选择解释 他发了一段视频 称自己当年从未看不起刀狼 相反 他一直很尊重他 理由是他把音乐当成生命 这些年从未做音乐之外的事情 随后 汪峰给山哥聊哉打了分 是93分 这一举动直接引发重怒 刀迷们斥责汪峰 你没有资格点评刀狼 之后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汪峰的解释 并没有换回原谅 相反 是更为严重的网暴 几十万人冲进他的账号评论区 留言讽刺 甚至谩骂 2023年的微博盛典 再次让汪峰陷入了窘境 在外界看来 罗刹海市全球爆红 能让刀狼斩获一些奖项 现实却是 他在微博音乐盛典上 颗粒无收 反倒是近几年 没有好作品推出 只能靠微博热搜生存的汪峰 拿到了 年度榜样音乐人 大讲 就这样 汪峰被动的地遭受了非议 几个月后 汪峰和张子怡离婚了 领取人生第四本离婚证 不少网友感慨 汪峰都有四本离婚证了 而有的人还没有女朋友 在这方面 风哥遥遥领先 事业 爱情都不顺 汪峰确实应该反思了 汪峰是个优秀的歌手 实力派创作人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出道多年始终没有得到网友认可 根本原因是 放不下架子 如果当年在那英杨坤等人打压刀狼时 他能够力排众议 力捧刀狼 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网报 因此 艺人应该把老百姓的意愿摆在第一位 一味地讨好主流 结果只会是一地鸡毛 和张子怡离婚后 汪峰会独善其身 还是继续在爱情之路上驰骋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